新北市有71万名65岁以上长者 其中独居者有5000多人 对此新北市跨部门整合资源 推出了安心包计划 提供食品和生活用品 让长照单位 里长 林长及志工们 可以在探访时带上这个小礼物 拉近跟独居长者的距离 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关怀 早 伯伯 还好吗 台湾人口阶层逐渐高龄化 许多独居长者们住在大街小巷间 他们身居检出 很难获得外界的关怀和支援 新北市政府为了要加强 对独居长者的关怀 特别推出安心包计划 里头有一个很台湾风味的茄纸袋 装满了各种日常用品 要让长者们在家也能感受到关心 有一批长辈是需要更加积极性去照顾的 所以在新北市里面 有5673位的独居长辈 那这些长辈目前我们都列策 透过我们的区籍跟里长的体系 配合我们的志工长照的相关的 NGO团体一起来协助我们 独家开发茄纸袋 让长照单位 里长 林长 以及志工们在探访时 可以带上这个小礼物 拉近和独居长者的距离 还能提供更多的支援和关怀 做这些就是市长常提到的 一个进步的城市 不仅要把看得到的建设做好 一些看不到 一定要持续地去把它发挥出来 市府动员跨部门单位 整合资源 服务独居长者 希望给他们更多关怀 多一份安心 谢谢参观 张俊杰 新陪式 彩虹报导 객标准尚 第二